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风雷学院线上直播第11堂课 那在我旁边是我们数位医劳的推手陈佳恩先生 好,等一下会再介绍他一下 那在开始之前呢,有几件事情先跟大家做个提醒 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直播的话呢 你会在荧幕上看到两个画面 那如果你是用电脑的话,会有两个上下的画面 一个是摄影机照我们的画面,然后一个是PPT的画面 那你可以上下滑动去调整你想要画面的大小 那如果你是用手机的话呢 则是可以左右滑动去选择你想要的画面 那如果在直播过程中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直接在仪表板上手动的输入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都是匿名的,所以不用担心隐私性的问题 那最后呢我们会再对于这些问题做同意的回复 好,那就来讲今天的讲者 他是我们一个我们很早就想要邀请 然后现在终于邀请到了一个讲者 他是我们数位医疗三益恋应的推手 经验丰富年轻有为的陈佳安先生 对,佳安他非常厉害 他除了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呢 就跟室友在宿舍内就组装了学校第一台三益恋应机之外 更参与了就是国防医学院三益总医院 医用三益恋应中心的一个成立的过程 那我们现在就事不宜时忙 请佳安来为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是陈佳安 那我毕业于国防医学院 那目前也服务在国防医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担任助教 那同时也是国防医学院三益总医院 医用三益恋应中心的研究员 那今天很开心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三益恋应的一个心得跟想法 是,好 那这样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是怎么开启三益恋应这个旅程 OK,好 那相信大家有看到简报 前面第一章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OK,这张的部分是在我大一生大二的一个暑假 那时候拍的照片 那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呢 是因为当时候我在医学院读解剖学的时候 有一个解剖的老师叫林千亮老师 那他很喜欢发明跟创作 那当时候因为我很喜欢发明展 所以我下课的时候就去跟主任 做了很多的讨论跟交流 那我们后来共同研发了一个海上的救援装置 那这个装置呢 它主要是希望可以在 比如说有传难啊的时候 我们可以投递一个救生 类似救生法跟救生球的概念 去抢救更多在溺水的一个同伴这样子 那我们有这个想法之后 我们有申请专利 那我们也有去把这个 就是把它建立起来 但当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医院跟学院 没有一个制造的设备 去把它做出来 顶多我们当时候我就拿一些保利笼球 去把它切割 然后加就是说 就是透明片把它 组装成我们大概要的东西 跟实际的成品差得很远 那当时候为了要把这样的一个 想法实践出来 我们就找了很多的一些资料跟资源 那刚好在2014年 那时候3DN的专利到期 就是Maker跟3DN的设备 普及出来这样子 对 所以后来才跟3DN有这样的远远 那当时候为了要组一台3DN机 我们就跟我医学系的室友 去网路上跟工房商场买了一些零件 然后去把它 把那个3DN设备 组装起来 真的超厉害 对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设备的 这张照片是当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寝室 组装我们的第一台3DN的设备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简报 OK好 第二张简报了吗 OK好 那第二张简报是当时候 跟就是 就是我们在寝室 组装很多3DN的就是 伙伴 伙伴 然后因为寝室很小 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空间 那后来就也感谢医工科的理想主任 提供一个空间 让我们去做经营跟规划 所以那时候刚好认识了 三军总院的牙科医生 叫陈林贾医师 那他刚好从国外进修回来 那对3DN也非常的 就是有任务 有兴趣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共同 就是 做了很多project这样子 那随着就是 越来越多人来交流 那也刚好跟就是 FATLAB有一个连结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 那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的经营的方向 跟它未来运作的方向是怎样 对所以当时候我就把这个实验室 取名为FATLAB&DMC 那因为FATLAB它是一个 就是来自奇缘MIT的一个 共享实验室的概念 就是Maker的一个奇缘这样子 叫全名叫Fabrication Laboratory 制造这个实验室 那它的核心有三个 就是Make Learn跟Share 就是学习分享跟制造 那我觉得这三个元素 其实在我们教育体系 还有医学教育体系 其实是非常缺的 也很重要 那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空间 让大家在这边 发现问题 在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大家有很多的收获 然后更多的交流 OK 那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就是这张简报 是那时候FATLAB在世界各地的一个分布图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FATLAB的就是样貌 那起源于MIT 目前全世界大概有五六百间的FATLAB 那每个FATLAB它的运作模式都不太一样 有的是在学校 有的是在自己的车库 有的是在政府支持的一个就是创客空间 对 那台湾其实也有各式各样的FATLAB 那当时我是觉得 有没有办法把FATLAB的元素跟医学去做一个结合 对 所以那时候才慢慢去探索出来 所以可以看到这张简报是 那时候刚好在大二升大三楼暑假 刚好有机会去德国去做交流 去海德堡大学 海德堡大学之前 一周我就去德国各个地方 用FATLAB去旅游 我就是到一个城市 然后去那间城市的FATLAB去拜访 对 所以我去拜访了柏林 慕尼黑 纽伦堡 各式各样的FATLAB 对 那后来我在海德堡 就是医学院的那边 我认识了Dr.Hannes医师 那他是一个手术外科的医师 那他那时候也刚开始建立他的FATLAB 那他也是希望可以把FATLAB元素跟医学去做结合 那就是相谈甚欢 我们很快就有一个Connection 就是Medical FATLAB的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那那时候对我而言 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就是可以透过数位制造的方式 到世界各地区认识新朋友跟交朋友 就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事情这样子 嗯嗯 哇 没想到嘉安就是从大学的时候 就是组装的学校第一台三一练音机 而且组装的原因 嘉安就是为了想要救人 也非常的有爱心 然后还说过参访 就是可谓是台湾之光 那就是嘉安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有提到说就是除了FATLAB之外 就是医院这边还有成立了 医用三一练音中心 那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医用三一练音中心 OK 好 那在介绍医用三一练音中心之前 我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当时候除了去海德堡参访 我还有去MIT 对 所以后面我再快速介绍一下 当时候在MIT的一些经验跟分享 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 之所以当时候去MIT是因为 我刚才有提到 我从海德堡那边回来之后 那刚好那时候台湾在举办一个百万创客类材的竞赛 所以我当时候就认识很多MIT圈的朋友 然后那时候大家就互相邀约去参加这个比赛 对 那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 然后其实在YouTube也可以看到 这个比赛的一个就是 记录过程 就把它剪成一个影片 那感谢我的队友 就是我们很努力的过关斩将 然后到最后一关 然后获得了就是这个百万创客类材的首奖 就一百万 那我觉得除了一百万 因为一百万其实 三个人分下来很快 就旅费就用完 但我觉得最难得的是 有这个机会可以去美国 因为他除了给我们一百万的奖金 还给我们一张美国的机票 对 所以其实奖金就都拿来当旅费 对对对对 OK 那来分享一下那时候去的就是国外的一些经验 OK 好 那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投影片 对 就是波士顿 因为那时候 就是刚好是行政院支持的一个比赛 所以那时候是蔡玉 蔡玲政 我支持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好有一个机会去波士顿 那你可以看到这是波士顿 那时候我去参访了 就是在两个月当中 我去参访将近有二三十间的实验室 那也包含 MIT Harvard跟Harvard Medical School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探险 另外一个探险的之旅 对对就是除了去MIT 还有去Media Lab 也有去Harvard的Science Center 然后最后还去Harvard Medical School 跟波士顿的同学院去做一个交流跟联结 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呃 这个是当时候去 呃 MIT的一个就是 照片 那 这是Media Lab 这也是我待最久时间的地方 对 然后 也是因为这边才跟Foam Lab有就是 就是联系 对 其实 呃当时候因为蛮多同学都是在MIT 就是毕业之后到Foam Lab公司去工作 所以Foam Lab它其实将 把学生出来创业的一个公司 对 所以当时候其实我对新创公司也蛮有兴趣的 嗯 所以我就跟他们有更多的交流 是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是MIT Media Lab的一楼大厅 嗯 对那后面30就是呃他们成立30周年 对那他的一楼其实就是Foam Lab的总部 嗯 Bits and Atoms这样子 嗯 然后他们对每一层楼他的呃研究的特色都不一样 嗯 嗯 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下一张 好那当时候除了去MIT Media Lab 我有去CCL Center 就是他们呃人工智慧的一个大楼 是 就是专门做一选项处理啊 然后有各式各样 比如说NASA或者是呃就是美军他们的一些project的地方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缘分 当时候刚好认识了Polina教授 是 那Polina教授那时候在CCL Center 然后专门专攻一选项的重建 后有拜访他 然后跟他们的呃同学学了很多3D重建 怎么样从CT到呃 3D模型的建立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就是一个呃 心脏的模型 他们那时候是从CT跟MRI去做3D重建 是 然后帮助波士顿的同医院的医生去做手术前的规划 了解 那也是因为这样因缘机会下 所以后来就有机会到呃 波士顿的同医院的3D重建 那他们波士顿的同医院也充实是哈佛医学院的教学医院 所以里面呃的医生都是 哈佛医学院的教职 所以看到这是那时候呃 设备啊 设备啊 建设的状况 对就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毕业之后最大的一个挑战 嗯 好 那稍微快速介绍一下我们的应用3D重心 我们的应用3D重心它有四个主体 一个是临床的应用组就是包含呃 呃 3D重心各个有需求的科别的医生他们都可以呃 呃 所有的行政事务各个部门的沟通 然后跟连结 还有相关未来就是呃 怎么去在这个医疗系统去运作的这一个重要的角色 嗯 那这个呃 我们应用3D重心它的运作过程 像是呃 从你发现病患的问题 然后到实际生产出一个成品 它的流程是大概是怎样 嗯 好 那在讲流程之前我先讲一下我们的目标 我们目标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我们呃 就是第一阶段是我们这两三年 其实我们是从107年开始成立的 是 对 然后成立之后呢 呃我们就 107 108 109 然后到现在我们差不多在第一阶段就是呃 呃筹备建置期 是 那我们在第二阶段我们是希望可以往金属植入 生物支架 生物可降解跟微流体去做呃 呃研发 嗯 对那呃 提到FORMLAB 其实我们也用FORMLAB做很多微流体的开发的研究 那第三阶段我们希望可以结合细胞组织跟工程的技术去做组织的列印 嗯 好 那回到您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是呃 呃怎么样从就是病患到临床的应用 对 其实病患来到医院他们都会去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嗯 那如果需要3D练的话 其实很重要一个是影像的扫描 对 所以扫描有一个很大的扫描器在医院就是电脑断层扫描 对 所以我们很多的资料其实是来自于电脑断层扫描 也是CT 那核子共振就是MRI 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档案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细切的这些 这些数据就是DICOM档 嗯 有点类似就是呃拍照的时候的弱档这样子 对 那我们有这些最原始的数据档之后 我们就可以汇入到我们的医学影像软体的工作站上面 是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3D影像的一个重建 那重建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档案汇出STL档案 STL就我们可以放到3D电影的设备上面 呃 就是包含它的切成软体可以转成虚扣的 然后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3D电影设备 然后一层一层把它列领起来 对 然后最后这个模型再交给医生 然后去做临床的一个应用这样子 嗯 就整个过程可以让病患的医疗体验变得更好 对 那稍微分享一下 那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个 呃 简单的一些统计啦 那我们目前其实都还是在研究的阶段 所以其实我们从105年 差不多到大学大三大四的时候就开始研究 嗯 那时候就从骨科啊 胸腔外科 整形化科 来去做研究 嗯 对 那到这次近年来 其实每年发现 诶 医生如果他用的效果很好 他会持续的来去对这个技术有更多的接触 甚至有的医生都会投入进来一起 来操作3DA的设备 嗯 所以我们目前还在研究的阶段 我们希望成熟之后可以变成医院一个很成熟的服务系统 嗯嗯 了解 好 对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题 其实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 啊 FoneLabs跟佳恩的接触的渊源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后面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风扇然后还有风部的一些机器 那我们也很开心因为FoneLabs能够认识到佳恩 那詹恩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当时你是跟FoneLabs是怎么认识啊 你产生一些连结的一些故事 嗯 好啊 就是当时候我刚才有稍微前行提到说 我当时去MIT的经验嘛 那呃其实我那时候去MIT的时候 我写信给我连结的一个就是负责的 然后我那时候问他说 诶就是老师请问在MIT有没有3DN中心 因为当时候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在医院里面的3DN中心 对 所以那时候我希望去看一下 诶呃Boston或者是MIT他们3DN中心的参考看看 嗯 但那时候MIT的老师给我一个回答说 在MIT没有3DN中心 为什么没有3DN中心 因为每间实验室都有3D电设备 哦 对 所以就像呃学校会有影音室 但其实每间实验室 或是办公室都会有一台3D呃影音机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影音机的概念跟3DN是很密切的 对 所以可以看到这上面的简报在呃那时候2016年 然后那时候去Boston的时候 我去每间实验室 我都会隐约看到橘色的一个影子 嗯 对那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好奇 因为那时候我在台湾只有用过FoM1 嗯 然后FoM1相对而言我觉得还是 的设备 对 所以我那时候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 钻研 对那时候还是着重在FDM的设备 是 就是呃塑胶的提出成型的设备 嗯 那我那时候去呃博士的时候我就发现 诶 就是各个实验室都有就是FoM2的生意 嗯 那我那时候就有稍微问了一下 当时候去一个Makerspace 然后问他们说诶 请问你用FoM2的心得是什么 嗯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大拇指 哈哈 他觉得比第一代好很多 嗯 对当然这不是推销 而是我是觉得一个好的机器 应该是要站在使用者的经验来去做 对 因为我之前在做包含寝室主的那台3D设备 花太多时间在调整参数 哦 跟材料的就是呃 呃 就是材料跟列领的参数的设定 嗯 对所以那时候会需要很想要有一个简单 好操作的 就可以快速把想法变实体 对对对然后又不能太贵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很好的设备 对虽然很好操作 但是就很贵 对对对所以就是希望有一台CP值 比较高的设备 是 所以这也是音源忌讳啦 所以后来才慢慢的去学习 这样的一些系统 好那其实我觉得我最 我反而3D设备不是在MIT学的 嗯 我那时候是跑去Harvard的一个 类似也是像这样的一个 共享实验室lab 然后是呃 当时候这个Sign Center 是提供给Harvard 他们参与MIT How to grow more sensing的学生 在创作的地方 对对 等于是他们的一个制作实验室 是 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就去这个空间 你可以看到那时候就有这些设备 然后有各式各样数位的制造的机 机台 你看呃 左下角那个是 当时候有一个同学 就带我的那个 就是同学 他在做一个呃 算是一个机构的开发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 可以就是去买了几片的就是板子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后固化的一个就是成型器 这样子 嗯嗯嗯 那呃 对 这就是我那时候带我的一个华人的同学 嗯 然后呃 当时候在这个中心 呃 这个地方我们就学了很多 然后他就带我怎么操作设备 跟怎么去调整机台参数 那也刚好有机会就去呃 formlabs的公司原厂去采访这样子 是 对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在 当时候其实每一个礼拜在formlabs 他的 因为那时候他刚成立 所以是一个很小的公司 但他每一个礼拜都有 workshop 活动 跟meeting 嗯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每次去都会有很多收获 不见得都是讨论3D恋 他也会讨论一些艺术美术创作 哦 所以他的面向蛮多元 嗯嗯 那我觉得他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人跟人更多的交流跟结合 对 你可以激发大家的可能是创业啊 或者什么想法之类的 对 所以 我那时候去formlabs公司的 因为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参加他们的小活动 对 然后那时候去 就是跟他们的很多 就是member都蛮熟的 那你看到其实 你看到这张照片旁边是那时候他们第一代的form1 所以他们那时候form2才刚推出来 台湾还没有form2 然后可以看到下面这是他们的一些所有的零件机构设备的眼镜 他把这些就是改良的所有的零件全部收集下来 然后挂在墙上 哦 历史眼镜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3D另一个特色是 他除了可以印出你想要的模型 他也可以去做自己机台的修正开发 就是你发现这个设备不好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去开发你的一些机构 然后再透过你的3D链把它印出来 然后装到你的3D链上面 对对 所以他可以做一个自我演化的过程 对 就非常方便用3D链印机去改变这种感觉 对 所以我们可以用3D链来印3D链自己的零件 对 很棒 那右边中间这张图片是 对 这张照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是当时候的HomeWatch跟HomeCure 对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 然后 其实我在清洗的时候跟固化的时候 我们说大家想到底怎么弄会比较好 然后那时候去演场的时候 我也看到他们就做了蛮多的一些Portotyping 所以你看其实所有的设备一开始不是那么的漂亮 对 而它是先求功能 然后再去做后面的改良 外观把它建立起来 对 对 那大家如果不知道什么是HomeCure跟HomeWatch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边 对 这里有一台 它就是我们HomeLab的后处理的机器 对 然后我们有一个HomeWatch在这边 对 就是我们的HomeWatch在这边 对 好 那再分享一下就是 对 就是那时候我几乎常常去参加他们的 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们 因为我们那时候对新创公司很有提趣 是 然后又想过想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所以我就花了很 对 参考了 就是比如说Google啊 他们怎么样去从无道友去start like a company 是 对 那我发现其实一个企业的文化很重要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那时候我刚去的时候 呃 基本上都是大学刚毕业的一些同学 或者是研究所毕业同学 那大家都很有想法 嗯 那他们也很认真的去经营这个环节 所以你看有桌球桌啊 然后后面还有攀岩的这个设备 哇 好幸福 在公司里面可以攀岩 好棒 对 我觉得算是蛮 因为这是三年前吧 他们还是小同学的时候 现在应该拿到很多方点变得很大 对 现在有攀岩一整间的 一整洞的攀岩 对 OK 好 所以呃 看一下下一页 OK 好 那另外一个是说 为什么会 去跟 这个 这个 FORMLAB去结合 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有参与一个课程叫 How to grow most anything 那 How to grow most anything 这个课程其实当时候才在 呃 MIT跟Hofford刚开始 那 他们有开放出来做国际的线上视讯的课程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那时候 呃 有MIT的教授 Neil Grishper 然后George Church 还有David Kohn 然后就是全世界的人一起来讨论 怎么去做生物制造的部分 那呃 其中有一堂课 就是在讨论怎么样用3DN来练营微流体 所以你可以看到呃 就是右下角 那个是他们那时候用第一代FORM1 去制作的微流体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 欸3DN跟微流体 要怎么去做结合 那我们后来才慢慢去了解 欸微流体它可以做比如说 呃 一个是做检测 是 或者是去做药物的合成 嗯 然后把所有的 可以缩软在一个小小的晶片 嗯 对那 那原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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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为了要做就是 就是 所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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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那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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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的cosmos 客制化 第二个是fast跟prototyping 然后第三个是数位化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是刚好医疗最需要的 也是3D链的优势 那提到3D链它其实有很多种 那我那时候在分享的时候 我都会把常见的跟大家分享 一个就是大家最常见的 另就是FDM 它就印那个塑胶 对 AVS跟PoA 因为类似热融脚墙的概念 那另外一种就是 比如说就是SLS 这种3D链的设备 或者是3DP 它是用粉末的方式来去制作 那第三个呢就是 FoomLab 它就是用数字去做结合的 那这三个技术 这几种技术它的核心就是 Layer by Layer 因为3D链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加法制造 Edit Manufacturer 一层一层堆叠起来 所以就是把一个东西先做一个微分 然后再透过3D链做一个积分 这是一个达到一个微分再积分的微积分 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先把一个模型先去做一个很细小的切层 微分 然后再透过3D链把它积分起来 对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模型这样子 是 好 那其实细分来看3D链有七大类 那这七大类其实每个都很专业 那今天主要是分享在就是使用FoomLab 就是在左边第一个这个设备这样子 OK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分享3D链跟医疗的几个阶段 其实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刚刚有提到 我当时候有去波士顿的同医院 那他们做很多就是做模拟 Simulation在医院 所以其实在医院最快使用应该是做模型的制作 然后提供医生去做一个simulation的模拟 对 比如说像这是我那时候 当时候帮我们医院的医生 神经外科医师做的一个模型 那你可以看到这是肿瘤的位置 这是血管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骨头 所以我们就可以让医生清楚了解血管骨头跟tumor的相对位置的关系这样子 那除了这个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尺球盖手术导板 就我们可以在电脑上面去做精准的手术规划 然后再透过3D链的导板去做一个精准的切割 对 那这个是它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呢 就是金属植入 金属植入就是我们可以透过3D链印出刻字植入的模型 对 那第四阶段呢 就是我们使用可降解的材料做一个生物可降解的支架 嗯 最后呢 我们再把生物材料跟细胞去做一个结合 做到生物裂营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在未来医疗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嗯 对 那我们目前其实也才刚从simulation跟serial guide开始去努力的往上趴 对 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对 那稍微快速介绍一下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 比如说像这个是在国关学院生物解剖学科做的一些解剖的教材 嗯 那这教材之所以会做是因为当时候在我在学解剖的时候我发现学头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非常的复杂 嗯 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办法用3D练把这个头骨把它练出来变成一个焦距这样子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那时候就跟解剖课的老师一起合作然后共同开 电脑断成扫描去做3D的重建 然后把它3D练出来 然后再结合点读笔 让所有学生可以在上面去点读他的部位的名称 他就会发音 因为那是小朋友在学讲话的那种过程 然后来去达到这样一个结合播教学的课程 是 对 那所以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目前我们做了将近有十套十套的解剖的教材 那里面就包含各式各样的头颅然后跟点读笔这样子 嗯 OK 那除了解剖教材的话我们有做很多的训练的模型 包含像这个是比喉科他的一个3D练的手术训练模型 对 那 这是那时候为了取代大体老师 我们希望可以做模型 让住院医师去做一个训练 因为大体老师非常珍贵 对 所以没有办法每个学生都可以使用到大体老师 所以我们希望在做这样的手术之前我们可以在3D的模型上面去做到一个训练 那另外一个呢是整形外科的案例 那这个案例呢其实之前也有跟 FoamLab的原厂去做分享 对 那我相信更多的资料其实当时有一个影片啦 所以我这边就快速的去做一个介绍 对 这就是我们可以透过3DM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眼眶的一个骨折的一个model 然后提供医生在做一个塑前的规划跟钢板的一个塑形 对 那通常眼眶骨折会造成的原因是比如说车祸啊或者是拳击受伤 对 那就会导致眼眶下面的骨头很薄 就裂掉 所以就变成一稿一滴这样子 是 对到时候我们也会把那个 当时又跟嘉然合作拍的这个眼光重建的介绍的影片的连结 放在我们这支影片的下面 大家也可以再去看一下 好 没问题 那我们就 对那这个是 可以快速看一下这是 素前跟素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素前它 其实有一部分的眼睛的组织会掉到 就是Sinus的地方 对就是下面的空腔 那我们透过3D面做出来跟塑形好的这样的一个钢板 客制化钢板 然后来做到就比较好的手术的一个效果 嗯 OK 好 那这个是影片 我们就是可以放在连结上面给大家去参考一下 对 好 那再看下一页 OK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 其实下一步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做到客制化金属电音 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研发一些客制化的一些金属的植入物 像这个眼眶重建 希望可以透过金属的3D面来去完成 嗯 OK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包含到脊椎侧弯的手术导板 那这个的话 我们也跟外院很多的合作 像这个是跟国军高雄总院钢山分院的杜明育部院长团队一起合作的 那这个主要就是我们把一些复杂的脊椎侧弯的模型做出来 拿去做脊椎的分解 然后跟就是做出一些导板来去辅助手术的使用 那我们目前都还是在研究的一个阶段 这样子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导板 那这是做结构的手术的导板 那这也是当时候跟三种的骨科团队一起合作的 那导板的相关研究 我们目前也都还是在研究的阶段 对 那3D面 FORMLAB或者是3D面可以达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快速的模型的建立 然后再去做修正 所以我们可以导板可以一直去做改良跟开发 这样子 OK 那谢谢佳恩帮我们介绍就是这么丰富的案例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数位医疗算是目前医疗一个很大的趋势 像刚刚佳恩有提到很多科别都已经想要导入数位医疗 像是整形外科啊骨科解剖科 目前都已经有在使用3D面的技术 那现在有许多像是医院啊或是一些单位 他们也都想要导入3D面这个技术 那佳恩你身为就是3D面经验这么丰富的一位数位医疗推手 你对这些单位有没有什么建议想要给他们呢 好啊那我接下来有几个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 那在提供建议之前 我有一些form3的资料给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样子 OK所以这是我们最近也拿到一些form3的资源跟设备这样子 那因为也才刚拿到所以也还在研究当中 那我觉得form3比较特别是在它的一个成型的方式跟 不一样那它没有它们独特的一个专利 那我们也还在了解也还在跟原厂学习 我们也在去思考这样的技术可以做哪些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做微流体 对所以现在就我们可以做到更漂亮更透明的一个微流体这样子 可以看到 刚刚出炉的 对这我们刚刚印好的一些sample的一些微流体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 用风扇印象 对那微流体它有几种特色 就是第一个它是把很多细小的channel放在一个chip上面 所以过去传统的制程像没有办法做到3D的一个结构 但是用3DM我们就可以把这种channel印在里面 做到很多复杂的一个结构 对类似异形水录的感觉 那像Microfurly它可以做几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药物的合成 然后检测 所以比如说像我有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献是过去 有人用Microfurly去做SARS的病毒的一个检测 对所以我也觉得这是可能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医学发展的部分 在于疾病的筛选 包含各式各样疾病的筛选 我们其实可以去缩短整个检测的时间 然后提高它的效果 对所以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但我觉得是未来可以去努力发展的一个目标 那除了Microfurly另外一个我们有做就是像 各式各样牙克的模型 那我觉得它 Microfurly Fone3也另外一个好处是它的模型蛮透的 对所以像这个是做牙克模型 精准看到它的牙根的位置是蛮漂亮的 那之所以会变得很透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我刚刚提到那个波 它底巢的结构的不一样 所以它每一层跟每一层的缝隙会变得更紧密 对所以它的表面就会更平滑这样子 对那最后一个就是我目前也在研究 就是做一个自动化的一个钢板的一个冲建 那我们就可以在骨盆上面做一个快速的钢板模拟 然后透过3D链把这个模拟钢板把它列印出来 让医生去做一个素权的规划这样子 是 OK 好那刚才回到你刚才提到的问题 就是有关于3D链在音乐里面的硬作 那我有几个简单的一些经验跟想法 也是那时候参加各国的3D链中心的分享会 土苦水大战 对土苦水大会 因为很多世界各地的医院都有想要做3D链 但它有切入 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在比利时啊 有一个就是大会就是各个邀请各个医院的3D链中心的负责人来去参与 然后讨论这个技术要怎么跟医疗系统去做结合 然后遇到的问题会是什么 然后哪些模式是可参考的方式 那我稍微整理一下我们那时候大会的一个清华的一个内容 这个是那时候 这需要很多的部门在一个医疗体系 包含影像部啊 3D链的部门 包含各个临床的部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就是这张图片 看一下好 OK好 我们就从这一张开始 我办法上一页吗 上一页其实就是有关于这个 其实它需要各个部门 最第一个是我们需要影像部门 就是整个医疗 医院里面的医学影像的一个PEX的系统 对这是医学影像系统 然后我们还要把工作站跟这些医疗影像系统去做一个结合 然后结合完成之后还有一个3D链的部门 所以它其实需要各个部门去做一个协调 才能顺利地完成这样一件很艰困的事情 对而且在医疗的体系有时候时效性很重要 对对真的 好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医疗服务的系统有几个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切三个 对第一个就是影像到模型的这个阶段 是 然后第二个呢是制作模型完到列印的这个是一个阶段 然后第三个呢是模型列印照交给医生手中 这是另外一个阶段连床应用的阶段这样子 那第一个阶段呢其实是类似权威外 就是比如说像刚开始的医生啊 或者是还没有那么多技术的医生 是 他想要使用3D链 其实最快的 有一个成熟的3D链的厂商 可以提供服务的厂商 对 把影像交给他 然后跟他讲的需求 然后这个厂商就可以根据医生的需求去做快速的模型的制作 对对 那这方面很成熟发展的产业像牙科 其实牙科很多数为牙记所 医生其实只要跟牙记所沟通说 他想要做哪些模型 然后要怎么去做他的规划 其实牙记所就可以很快去做影像处理 跟模型的制作 但他有一个小缺点就是 我们需要去预留一些时间 因为我们需要委外 然后再做完之后再送回来 所以工作天有时候要去做一个估算 就提早 对 但像牙科他可以去做预约制 所以有时候 他时效性就不用那么紧急 所以他很适合就是 比如说成立数位牙记所 然后跟各个诊所去配合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呢 会比较适合类似中型的医疗院所 或者是刚已经发展一个阶段的医疗团队 就是当你其实委外到另外一个阶段 其实你会发现你没有核心的技术 所以你要有核心技术 其实最重要就是影像 对 就比如说我们不会为了就是印一个海报 去买一台很大的海报影印机在家里 而是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 比如说用Word或是PPT去设计我们的海报格式 所以影像处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所以我会建议如果已经发展一个阶段 想要拥有关键技术 或者是在沟通的时候 有时候 比如说现在厂商不是那么了解临床的话 影像处理好给厂商 对厂商而言也是一个减轻他们的负担 因为医生有他的想法 工程师有他的想法 然后这两个去做一个讨论 有时候需要很多时间 那最方便比如说 医生他自己会画3D图 那他只要把档案交给工程师 工程师就可以很快把它列出来 那有一个好处是 他不用去负担贵重的设备 还有类似3D验场域的认证这样子 所以他优点就是 我可以掌握核心技术 但我不用去负担那么多的设备机态 我可以买几个简单的设备 比如说中阶的或是低阶的 对 那我就可以应付我们医院要使用的 那但是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医院需要去投入影像的人才 跟需要去购买软件 还有训练这些人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最后一个呢 其实是 就是有点类似3D验中心 跟3D验中心 在就是医院里面 那他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第一个他时效性很高 第二个他的学术研究机密性很高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一条龙使用 所以他我们有一些关键的技术 不会去让外面的人知道 所以这在做学术的时候 有些研究 注重的地方这样子 那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 他需要更多的资金 更多的人事成本 跟设备委屋的成本这样子 那我刚才提到这三条 其实是当时候去开 比利时会的时候 大家的一个结论 所以其实这三条都是很好的选择 那根据不同的需求 跟不同的目标来去做组合 了解 OK 所以其实就是这三个领域 去做一个平衡这样的 对对对 那我非常谢谢佳恩的建议 如果镜头前面刚好有 什么单位啊 或是观众朋友 是想要导入三一定义技术的话 你都可以做一个参考 不过呢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数位医疗 现在其实算是一个 比较新的趋势 那一般民众呢 对于数位医疗相关的一些法规 可能还是相较于传统的医疗 没有那么的清楚 那詹恩可以帮我们 就是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数位医疗相关的医用器材 它有没有什么一些法规 需要去符合 OK 好 事情在一个新的技术发展的时候 通常是比较满的 是 所以其实3D链发展了将近30多年 然后在医疗其实也发展了 六年到十年有一阵子了 但其实法规是近年来 才开始慢慢受到重视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2016年在美国 他们就开了一个会 有关于3D链的一个法规的一个指引 里面就规范在每个阶段都需要去做讨论 包含设计啊 包含材料 包含制程跟模型的最终的成品 这样子 那我们来回到台湾的部分来看一下 其实台湾它 会付食药署公告的规范 就蛮明确的 因为它分两个 第一个是猎属医疗器材 一个是不猎属医疗器材 什么是不猎属医疗器材呢 就是手术的模型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手术的模型 或者是解剖构造的模型 其实它并不列出医疗器材管理 所以软体啊 它的场域 设备 其实不会被那么的严格的管控 那它的核心是在 医生需要怎么样的模型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 它不列出医疗器材 但是你又印了很多 医生不需要临床使用的 那其实就是很漂亮的展示品而已 那什么是需要受到规范的 其实就是 几个牵涉到手术的 手术导板 手术植入 或者是生物链的一些支架 或者是组织工程的东西 所以它法规很严谨 那法规里面要分两个 第一个是软体 所以在做手术器械 手术导板 如果不是做临床的研究的话 它这些软体是服务性质的话 它就需要受到 医疗器材软体的规范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就是要有医生需要的 拿到医疗器材认证的软体 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手术规划 了解 否则你就是要申请研究 要按RBM去进行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作的部分 最终产品的部分 也需要就是 有一个场域 GMP厂的一个认证 会比较适合这样子 因为包含材料 包含人员管控 包含整个流程 对所以我会建议说 如果是列出医疗器材 需要两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手术规划软体 另外一个就是 有GMP厂的认证 所以手术规划软体 其实在医院可以进行 但是GMP厂 不见得每个医院 或是诊所可以负担的起 对 所以我觉得去做一个搭配 跟去做结合 是最理想的状况 了解 好 好 那相信 非常感谢就是GN 非常这么丰富 还有详细的一个解答 那如果镜头前的小粉丝们 或是观众朋友们 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GN的话可以 对 这是我们就是 当初其实一开始成立 Medical Fat Lab 就建了一个社群 所以这个社群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医生 工程师跟Maker 都在里面 所以有任何的问题 或是想要更进一步了解 其实都可以在这个社群上面 去做一个讨论 对 那我也希望可以持续的 跟大家交流 然后接触 然后让3D店 可以在台湾越来越好 这样子 对 所以大家可以就扫描 右下角这个QR Code 然后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问GN 好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 就是GN今天给我们 这么丰富的一个说明 还有跟我们介绍到 初衛医疗3D店的一些发展历程 现况 以及它未来发展的一些可能性 甚至像是一些传染云防疫的 都有可能可以去结合3D店 来做一个研究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就是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什么提问的呢 请您的幕后小天使 其实已经超时一段时间 不过我想简单 这个有不少观众提问 当然有一个主观众 我们的这个医疗的应用里面 有哪些软体是比较常用 可以跟FoneLabs的这个 你的风处或者风扇可以配合 OK 软体的部分 OK 软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阶段嘛 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 我今天我先讲 不列属医疗器材的好了 因为不列属医疗器材的话 它的法规不会那么严禁 就是其实很多open source的 网路上可以找到很多open source的软体 比如说包含3D slicer 就是有各式各样synap的软体 对 对 就是 其实你只要上网搜寻 比如说3D医疗模型转换 这样子 它就可以得到从CT到3D模型的建立 对 所以其实这方面的open source的软体很多 那回到就是FDA认证的 我的标准会以美国为主 因为美国它其实考的 国家在申请的厂商比较多 对 那美国目前有通过的 我比较熟的 也是我们目前比较常爱使用 是Mimix 对 那它是由美国FDA的认证 那因为很多大厂 它都是会先申请 美国的 然后再来升级台湾 所以有时候台湾的话 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是 对 所以目前美国比较常见 我那时候去波士顿和同医院 去Mail Clinic 然后去各个医学中心 蛮多人使用的一个软体 除了我刚才提到open source的软体 跟另外一个就是Mimix 是 那是Materialize公司的一个软体 那我最近稍微提一下 就我最近有跟台湾的一些软体 公司合作 包含像古王 古王它有一套软体 其实也可以做到3D的重建 那它没有在争取就是FDA跟TFDA的认证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再多多的交流 因为我也希望台湾的厂商可以慢慢起来 因为如果是用国外 很多核心的know how 都其实没有办法 这么直接的跟国外联系 但我最近也有在跟就是顾王 有蛮多的连接这样子 对那因为它也是国内 我觉得算是发展还蛮不错的一个软体 这样子 对对对 那对这个是软体的部分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可能今天就开放一个问题 那如果其他的提问的观众 你们的问题没有被回答到的话呢 也欢迎就是直接扫标 我们也有加恩他们Facebook的QR Code 来跟加恩这边做一个交流啊询问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 那我们非常感谢加恩今天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